各位嘉賓好 我是柯宇瑞 那今天來想跟各位嘉賓 介紹一下那個跟蹤殺擾防治法 他的內涵 就是他哪些內涵 未來還可以再精進 再就是說讓他 就是還可以修的更好 這樣 來向各位嘉賓介紹一下我的想法 那今天是2022年 2022年的11月16號 禮拜三 跟各位嘉賓介紹一下我對這個跟蹤殺擾防治法 哪些 哪些個部分 事實上跟殺法還可以再給他強化 然後未來可以修法 作為修法的參考 跟各位嘉賓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那我把它弄成一個 列印出來 然後弄成那個 掃成一個PDF 然後上面就是說 列印出來 然後我的想法裡面 可以再跟殺法可以再 再精進的部分 我用紅筆助記 這樣比較容易 容易理解 好 這個是跟蹤騷擾防治法 是在110年的去年的12月1號公佈的 然後在第一條方面 我覺得他未來可以修法的方向就是說 除了保護被害人的身心安全以外 他的人權 就是維護被害人的個人人格尊嚴以外 是不是我們應該考慮兼顧相對人的人權保障 因為裡面 因為裡面 他裡面這個跟殺法裡面 事實上他是一種特種刑法 他用刑事來制裁這樣 跟蹤騷擾罪 還有加重跟蹤騷擾罪 加重的跟騷罪 違背保護令罪 違反保護令罪 所以他基本上他是刑事法 刑事法 那除了刑事法常常用的罪行法定以外 還有罪行相當原則 這些都是必須要適用到這個跟騷法 那罪行法定還有罪行相當原則 事實上都是刑法裡面非常重要的原則 所以我覺得說 第一條裡面除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權 人格尊嚴以外 那相對的我們是不是在第一條未來修法的時候 在立法目的裡面 我們要保障那個相對的行為人 事實上就違法 那個違法者 犯罪人 違法者 犯罪人 英文叫offender offender 那我們這個專業 這個跟騷法叫相對人 那行文化常常講行為人 我們這個叫做相對人 相對人的人權 像他的聽審權 罪行法定主義 罪行相當原則 這些他的基本的人權 那他的權利 事實上也要保障的 還有他的訴訟權 訴訟權 訴訟權 訴訟權是要受到那個保障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條 除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權 相對的人權 事實上也是要很在意的 好 接下來就是說他的 名詞解釋方面 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 這個跟騷法主管機關是 內政部 然後在跟騷法的名詞解釋方面 我覺得 就是 他的名詞解釋方面 這部分有需要再強化 然後第二條部分 就是說他有 權責如下 有主管機關 內政部 還有設政機關 衛生主管機關 教育主管機關 勞動主管機關 法務主管機關 我覺得應該加上那個 警察機關他到底要做什麼事 第二條裡面的 那個權責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主管機關是內政部 那 內政部是一個機關 他有法人格 警政署他 事實上他也是一個機關 有法人格 所以我這個部分的話 主管機關是指內政部 然後警察機關 這部分他做什麼 做什麼事 這個跟騷法 似乎也有應該給他 明定會比較好 再來是第三條 第三條 我覺得應該加上一些 名詞解釋 我這裡有一個 用紅筆 這樣給他 mark起來的 就是說 第三條他這只有 承認跟蹤騷擾行為 給他定義對不對 就對 人員 車輛 工具 設備 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 或其他方法 對特定人 反或持續的違反 其意願 且與性或性別有關的下列行為 之一 使之心生未步 我覺得這個名詞解釋裡面 他事實上這部法跟騷法 事實上還是不錯的 可家可點的地方 就是至少他有名詞解釋 有一些法律 像很可惜的 社會法 他沒有名詞解釋 刑事訴訟法 也沒有名詞解釋 這是好可惜的 比較先進的法律 像出國移民法 他就有名詞解釋了 還有刑法 那我在最近幾年刑法有大修正 他有 在那個法律的前幾條 也有名詞解釋 我們跟騷法 事實上也有名詞解釋 事實上這個也是跟騷法的一個優點 不過我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名詞解釋 要增加一下 我舉個例子 监事 丁燒 丁燒 這些名詞 我幫大家解釋一下 威脅 還有那個騎士 貶抑 騎士跟貶抑 這個都很相近 對不對 威脅 威脅 這個名詞要給大家解釋一下 可能比較適合 丁燒跟守候也是很相近的 為誰就是另外一種 行為樣態的 丁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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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有必要跟他加一個名詞解釋 然後另外一個是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 因為警察機關我們的專業單位裡面 一般的行政警察來受理 跟燒 法案件是沒問題的 那像保育他是負責那個鎮報警察 保釋也是 保育也是 保育是鎮報警察在彰化的 保育是鎮報警察在高雄 保二是負責核電廠重大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 保三 我剛畢業的時候78年剛畢業就在保三服務 服務了三年 保育是從事進出口貨櫃的安全檢查 保六的話 保育是負責首長安全的 他有警官一隊跟二隊 保育是森林警察 航空警察局 這些專業還有港務警察總隊 這些公共警察局 這些可不可以受理跟燒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為什麼說 我說第二條裡面的那一個主管機關 為什麼要加上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他到底是這個警察機關定義為何 或是說第三條裡面也要對於那個警察機關給他定義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那個第四條 第四條的話 這裡有提到第二項他說 警察機關受理跟燒行為案件以後 就要立即來調查製作書面紀錄 然後這個我們是比較重大刑案的 重大刑案就是說輸入電腦問完筆錄 整個完成問完筆錄要完成 用重大刑案的那個四個小時 比較重大刑案的那個標準 問筆錄的標準 我要這個給警察員警很大的壓力 嗯 部分的那個警察同仁就就不要用跟燒法來 來處理這個案件的 他可能用刑法 或社違法來處理他 那就是喪失了跟燒法立法美意的 第四條第二項裡面 他說前項案件經調查 警察機關調查 有跟蹤騷擾行為的犯罪嫌疑者 跟蹤騷擾是一個犯罪行為 警察機關應該依止犬或被害人的請求 合法書面告誡書 那違反的話是沒有處罰規定 那我是個人認為說 以後跟燒法在修法的時候 在這個針對第二四條第二項裡面的 警察機關合法的那個書面告誡書 警察機關可以依止犬或依照被害人的請求 警察機關可以合法書面告誡書給行為人 必要死並應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的適當措施 這個書面告誡書在跟燒法裡面 行為人相對人違反警察機關合法的書面告誡書 沒有任何的處罰規定 那我舉個例子跟各位嘉賓報告 就是像一個獅子裡面 他沒有牙齒的獅子 那就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那沒有人甩他 警察機關合法書面告誡書行為人 他會跟蹤殺我這個女性 就是他整個心都迷戀到這個女 迷戀這個女生 或是說迷戀他被害人 那書面告誡當然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沒有把這個效果 書面告誡的效果給他放大 那我覺得應該賦予警察機關 就是行為人 如果違反了這個警察機關的書面告誡的話 我們跟燒法要設置一個建制的一個機制 處罰的機制 處罰個1萬 2萬 3萬 4萬 5萬 6萬 這樣的話才能夠保護婦女的人 或是說被害人的人權 還有安全 好 這是第二項 第四條第三項裡面 我覺得未來修法的時候 就是說行為人或被害人 對警察機關合法或不合法 那如果合法的話 可能行為人就 就會表示意義 不合法的話 被害人可能會表示 聲明意義 他說如果這個行為人 或被害人不符 對警察機關合法或不合法 書面告誡書 就行為人或被害人不符的時候 等於收受書面告誡 或不合法書面告誡之通知 10日內 警員警察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表示意義 我覺得這個10天 對於 10天有時候很趕 有時候如果那個行為人或被害人 他 他剛好有 有什麼事啊 像現在有那個COVID-19確診 那他一關的話 在家裡就關7天 那處理 他要被關之前 他可能又要去看診 看診 然後要去買那個清冠1號 然後就關7天 這樣的話一下7天 10天就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10天恐怕改成30天 會對於 對於行為人的人權 或被害人的人權的保障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為什麼我說 在這個根稍法裡面的第一條裡面的立法目的 我們不能只有僅僅保護那個被害人的人權 相對人的人權 事實上相對人的人格尊嚴 相對人的訴訟權 事實上也要要保護 所以為什麼說 我說第一條那個立法目的裡面 也要加一個相對人的人權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如果把那個行為人或被害人 如果他要聲明意義的話 針對行為人而言 他要聲明意義 我們如果從10天給他放大 拉長到30天 對他的人權保障 對他的訴訟權保障更強而有利 對不對 所以說為什麼說 這個跟蹤喪爾防治法第一條 我們就是說 那個被害人的人權 我們要兼顧 行為人 相對人 加害人 違法的人 就是統稱為違法者 或是我們統稱為相對人 相對人的人權 或是行為人 我們也可以稱為行為人 行為人的人權 事實上真的也是要 就是要平衡 要平衡這樣 不要說 只有一味的重視到被害人的人權 行為人的人權 就不給他重視 這樣不是很OK 好 那我建議這個 這10天 就是行為人 可以或被害人 可以向 經過原來的警察 處分的機關 向他的上級警察機關 聲明意義 表示意義的這個10天 改成30天 好 接下來的話 第五條 第五條 抱歉 第四條 行為人或被害人 對於前向上級警察機關 決定不得再聲明 不符 那 我們跟上法 第一條 強調保護被害人 人性尊嚴 人格尊嚴 行為人在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只有一次的 針對那個警察機關的順便告誡 只有一次的救急機會 聲明意義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是不是 警察機關 一般的警察機關 因為民眾應該不會是直接向警政署 來報案 那如果這個警察機關的上級機關 可能就是警政署 各縣市警察局的上級機關 就警政署 對警政署的決定 不得再聲明不符 不管是行為人或被害人 那我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對於那個行為人或被害人的那個 訴訟的權力 應該給他放大 給他保障 保障的那個力道 給他加強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設計一個機制 就是說 經由原來的警察機關 他原來的警察機關 對於行為人或被害人 對行為人合法那個書面告誡 或不合法 那行為人或被害人不符 就是經過原來的警察機關 向他的上級警察機關 聲明意義 那聲明意義的話 我覺得如果他不符的話 根據第四條的那個 目前的規範 他行為人被害人 就沒辦法再救機了 我覺得是不是跟稍法再放大一下 給那個針對行為人 跟被害人的那個訴訟權 我們再給他加大 可以再給他救機的機會 就是在一個 創設一個聲明意義上面 他還給複議 那就是說 在不符警察 行為人或被害人 對於前項上級警察機關的決定 不符的話 如有不符 得向內政部申請複議 那不一定是複議 或複查 都可以的 好 這是我的看法 好 第五條的話 就是說 行為人經警察機關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為 書面告誡以後 兩年以內 再為更衷殺我行為者 被害人 可以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那第五條第二項 這是行為人 直接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第五條第二項 如果檢察官或警察機關 覺得這個案情很嚴重 也可以一直全向法院 申請保護令 第五條第二項的話 就是說 不用經過這一個 兩年的順便告誡期 這是 但是被害人沒有這個權限 被害人如果要申請保護令的話 一定要根據第五條第一項 就是 警察機關 對行為人 書面告誡後 兩年以內 那行為人 對被害人 在實施更衷殺我行為的話 被害人才可以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這部分我覺得可以修法一下 就是說 是不是也可以賦予被害人 不用經過警察機關 可直接申請保護令 可以直接申請保護令 就是說 也就是說 婦女行為人 不是 婦女被害人 有一個權限 被害人的權限 就是說 他要向法院申請保護令的話 就是說 不用經過警察機關 書面告誡 對行為人 書面告誡兩年以後 再有跟蹤行為人 對家人 被害人 有那個跟蹤少爺行為的話 被害人才可以向法院申請保護令 我覺得第五條可以考慮一下 故意那個行為人 直接向法院申請保護令的那個 可行性如何 這樣 可行性 好 那這裡有兩年 那兩年的話 是不是我覺得 為了保護被害人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 給他 保護的力道加強 從兩年改成五年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從兩年改成 這兩年改成五年 這樣 就第五條第一項 我覺得行為人 就是 這行為人 不是行為人 被害人 被害人可以不用經過那個 警察機關 可以直接向法院來申請保護令 對 就對被害人的保護力道 可能會比較強一點點 這樣 我的個人的看法 好 第十一條 被害人以外的申請人 被害人以外的申請人 因為死亡 上司之隔 或其他事有 自不能續行程序的話 其他有申請 有申請權人 等於該事有發生 十期 十日內 聲明承受 程序 就是聲明 承受這個 申請 那個保護令的那個程序 那這個 其他的申請人 來承受原來的申請人 這一個時間 他是說 其他 根據第十一條的規定 後半段 其他有申請權人 等於該事有發生 十期 十日內 聲明承受 我覺得為了保障這個被害人的人權 這個申請這個承受的這個時間 時間可以把它延長到30天 好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再來是十二條 違反保護令的話 違反保護令的話 違反十二條 第一項 第一款到第三款 第一款就是說 禁止相對來為第三條 第一項 各款行為之一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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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 各款 他第三條 第一項 各款就是有八種的那個根燒的 包含第一款的 第三條 第一款的監視 第二款的 定燒 守候為誰 第三款的威脅 第四款的就是那個騷擾 電話騷擾 這現在很流行的賴騷擾 第四個要求 第五款要求約會 第六個是寄送物品 第七個是妨害名譽 第八個是濫用被害人資料 好 訂購貨物 貨品或服務 好 那十二條的話 他說 十二條 他說 那個 他說 禁止相對人為第三條 第一款 第一項各款 八大跟章 跟沙華的行為 並得命相對人 遠離特定 遠離被害 命相對人 遠離被害人 特定場所一定的距離 然後禁止相對人 查閱被害人的戶籍資料 命相對人完成治療性的處遇措施 好 那我這個違反這個十二條的那個保護令罪 違反十二條的那個保護令罪 違反十二條的那個保護令罪 違反十二條的那個保護令罪的話 在十九條規定 他說違反法院一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到第三款的 這是要違反保護令罪 這三點以下 或者是課三十萬以下的罰禁 那我覺得這個十二條的違反保護令罪 他說課三點以下有幾度行 這部分我沒有意見 三十萬以下的罰金 這部分我覺得 這個違反保護令罪 為了保護被害人的人權 我覺得這個可以提升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五十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加重他的罰金 讓他產生嚇阻力 嚇阻力 就違反保護令罪 他現在是處三年以下 罰金是三十萬以下 我覺得這三十萬以下的罰金 可以給他提高 提高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好 然後再十三條的話 保護令的有效期間 有效的那個 騎乘是期間是最長是兩年 我覺得為了保護那個被害人 這個兩年的有效期間 可以給他拉長到五年 然後 保護令的那個有效期間的延長 每次不得超過兩年 那假設說我們把那個保護令的期間 給他拉長到五年 那 他的延長 我們是不是也跟他相對的 為了保障被害人的人權 是不是給他這個 保護令有效期間的延長 每次不得超過 現在是兩年 我覺得可以考慮到三年或五年 如果十三條第一項 保護令的有效期間 最長是五年的話 那這一步的延長 我覺得每次最 不得超過五年 我是個人認為 以五年為基準 然後以五年為基準 好 第十六條 就是被害人 申請人或相對人 對執行保護令的那個方法 那保護令的那個執行 保護令的話 依照十四條的規定 第二項 第三項的規定 保護令是由直轄市縣市的那個主管機關來 直轄市縣市的那個主管機關來執行 那十六條規定就是說 被害人 申請人 相對人對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應該遵行的程序或其他情態利益的情勢 可以向執行機關聲明意義 聲明意義 那 下一個問題點 就是說 對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應遵守的程序或其他情態利益的情勢 假設他具有那個行政主辦的性質的話 我們是不是允許他如果不合聲明意義的話 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提起行政訴訟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十六條第二項是說 前項聲明意義執行的機關 認為有理的話 應該停止執行 認為沒有理的話 十字內 填據意見 送交保護令的法院來裁定 然後對於前項法院的裁定 不得抗告 就是沒有理的話 有理的話 原來執行機關就給他停止 沒有理的話 十字內 加據意見 和送 送合法保護令的那個原來的法院 那個給他裁定 那對於法院的裁定的話 就是不得抗告 所以遍害人 申請人或相對人 事實上對於那個執行的方法 保護令的執行方法 應遵守程序 或其他情態利益的情勢 他的救濟 他的訴訟權 就只有一次的那個聲明意義 聲明意義 聲明意義 就經由原來的那個執行機關 如果原來執行機關 認為有理的話 就停止執行 沒有理的話 就是送交法院 法院就裁定 那對於現在裁定的話 就不能抗告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 有兩種模式來補救 第一種模式的話 不符聲明意義的話 我們是不是把他等同於訴願 那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那假設說 不符 我們把那個聲明意義 等同於那個訴願的機制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就在法條裡面 可以給他免訂 就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這樣保障他的救濟權 保障他的救濟權 不符聲明意義的話 不符聲明意義的話 不符法院的裁定的話 事實上是不是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另外一種機制 另外一種機制 就是說 對於前下法院的裁定 我們在放寬他的救濟權 目前依照 就是說不變更他的救濟模式 他的救濟模式 就是送交原來的法院來裁定 但是我們來規定是說不能抗告 那我覺得可以修法 給被害人 申請人 相對人 再一次的救濟機會 就是呼籲他再一次的訴訟權 就是可以抗告 再抗告這樣 這是第二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的話 就是說 假如他對於法院的聲明意義不符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 允許他提起行政訴訟這樣 允許他提起行政訴訟 針對他提起行政訴訟 為什麼 因為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對於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應遵守的程序 或其他情態利益的情勢 這些情形 說不定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 那我們就認為說 其實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執行機關對於保護令的 所規定的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應遵守的程序 或其他情態利益的情勢 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 這些處分 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 那他不符聲明意義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不用再經過訴訟 這個 一張最高行政法院107年 四月 第一次的庭長 還有法官的聯席會議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 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 聲明意義程序 應該認為就是說 如果他用聲明意義的話 就應該認為這個聲明意義已經經過訴願程序 聲明意義的人可以直接提起撤銷訴訟這樣 好 這個 107年的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他是怎麼認為的 他說 他說 行政執行 一套性質 跪在迅速 如果對具有行政處分性質的執行命令提起撤銷訴訟 必須經過聲明意義還有訴願的話 這個 他的就義程序就拉得很長了 拉得很長了 所以說 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規定的聲明意義 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的聲明意義 我們這個是另一個跟商法裡面的第16條 他這裡有提到 因為被害人 申請人相對人對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應遵守的程序 事實上這些都具有行政處分性質 或其他侵害利益的相關規定的措施 行政機構的措施 事實上都具有行政處分 那是不是不符聲明意義的話 不符法院的聲明意義的話 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允許他提起行政訴訟 他說 我們看一下這一號的解釋文 他說 用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規定的聲明意義 並非向行政機關 而是向上級機關為之 這個已經具有什麼性質呢 有原處分機關的上級機關 進行行政內部的自我審查的功能 所以說立法者應該是沒有說 把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規定的聲明意義 作為訴願 譴置就是說 必須經過聲明意義 然後才提起訴訟這樣 然後再者 司法院4日243號解釋認為 公務人員免受到免職處分 他說向上級機關 申請副審 還有向權序機關申請再副審 這類似這種程序 謀求救濟的話 事實上就相當於訴願跟再訴願 好 所以說 他說那個 之後如果不法的話 就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然後司法院4日755號解釋 他認為 他說對具有行政處分性質的監獄處分 還有其他管理措施 就是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 向監督機關提起申訴 申訴等同於訴願 申訴等同於訴願 所以 做個小節 就法律所規定的內部 行政內部自我審查程序 是否可以解釋為相當於訴願程序 就是說 並不以該行政內部自我審查程序的程序規定 他有沒有如同訴願程序的規定為必要 還要是要事件的本質而言 因此 對具有行政處分性質的行政命令不符 那經行政執行法第九條 申明意義的話 這個申明意義就等同於訴願 然後 申明意義人可以直接提起撤銷訴訟 好 我們再回歸到更殺法第十六條 那這個申明意義的話 事實上是由法院 受理機關 就是說 申明意義的管轄機關 執行的機關認為有理的話 這停止 沒有理的話 10天以內加劇一件數 這個10天的話 我覺得事實上也可以再延長到30天 然後送合法保護令的法院來裁定 那 那這個法院的裁定的話 那 他是更精準的 所以 理論上 理論上 更專業的 所以理論上這個申明意義就等同於訴願 不符法院的那個裁定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允許他 類似這個 就是說走訴願行政訴訟這個制度 這樣 行政訴訟的制度這樣 這是一種方式的 另外一種方式 那我們就是順勢 因為他這已經是法院裁定了 那我們就是說 修改第十六條的第三項 對於前項法院的裁定 可以再看看 可以 原來對於法院的那個 申明意義的那個裁定 基本上現在只有救濟一次的機會 這只有聲明意義的一次的救濟機會 我覺得對於那個被害人申請的相對的訴訟權 保障上還是不足 應該允許他可以再一次的那個再抗告 再抗告 這是用第二種救濟模式的 第一種救濟模式 這次就比照行政執行法第九條 那種模式這樣 把這裡的那個申明意義 法院把法院的裁定 視為那個 就是等同於訴願的 然後他不符的話 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訴訟 那 聲明意義一次救濟機會 再提起行政訴訟 兩次的救濟機會 兩次的那個救濟機會這樣 那我個人認為 跟詳法十六條裡面的 對於執行保護令的方法 這個就相當於行政處分的 應遵守的程序 這個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 其他親害利益情勢的那個措施 也是具有行政處分的措施 也是具有行政處分的性質 所以這裡的申明意義 應該是等同於訴願 然後 那基本上訴願是向 原處分機關的 行政機關的 上級行政機關提起 那這個地方 那更嚴格的 他的更專業的是由法院來裁定 法院的裁定 那我覺得聲明有兩種模式 就是 第一個 不符申明意義的話 我們允許他提起行政訴訟 或是說 我們就按照他目前的做法 不符法院的裁定 那個 聲明意義的裁定 我們可以允許他 再看看 再給他一次救濟的機會 這樣 好 第18條 十四跟蹤稍偶 這個 跟蹤罪 他現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部分我是贊同 沒有意見 有意見的是這個 併科十萬塊以下的 十萬元以下的法金 我覺得為了 產生讓跟蹤罰 產生賀阻力 讓這個18條 跟蹤罰的第18條 跟蹤稍偶罪 產生賀阻力的話 我覺得這個十萬塊 可能要把它提升 30到50萬可能會比較適當 然後加重 那18條 第二項是加重跟蹤罪 就是攜帶兇器 或其他危險物品 就是 18條第二項 就是所謂的 加重跟蹤罪 怎樣我們有加重 第一是攜帶兇器 第二種模式 加重跟蹤罪的犯罪行為 就是 攜帶其他危險物品 這個部分 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部分我是認同的 可是這一部分 併科 50萬以下的法金 我覺得這個 這個法金太輕了 我覺得應該給他提升到50萬到100萬 好 50萬到100萬會比較適當 然後第十九條裡面的那個 違反保護令罪 保護令罪 他現在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這部分也是 沒有意見 贊同跟沙法 但是他這個 30萬的法金 我覺得應該給他 就是違反保護令罪 違反 跟沙法 第十九條 違反保護令罪 他現在給他儲 30萬 我覺得這個應該給他提升 這個法金太少了 我覺得應該給他提升到50萬到100萬 就是違反保護令罪的那個法金 目前是30萬 我覺得應該把他提升到50萬到100萬這樣 違反保護令罪 目前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部分我是贊同的 沒有修改的意見這樣 好 他這裡十九條 所謂違反保護令罪 是違反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到第三款 那我們看一下 違反保護令罪的那個樣態是哪些 十二條 第一項 第一項到第三款 就是行為人如果違反了十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 禁止 相對人 對被害人為那個跟蹤騷爪的那個樣態 就是像跟蹤啊 跟蹤他啊 釘騷他啊 送禮物啊 約會啊 強行約會啊 這些如果他違反這個保護令罪的話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十萬以下的罰件 我覺得三十萬應該提升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第二種的那個違反保護令罪的樣態 就是說 他禁止相對人查閱被害人的戶籍資料 結果相對還是給他查 那這部分我覺得是也給他罰件 給他提升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因為他當他知道被害人 行為人相對人知道被害人的戶籍資料以後 他又會進行更重騷擾 嚴重的話可能會給他殺害重傷 對被害人的人權保障 對被害人的生命權 身體權造成很嚴重的威脅 所以我覺得這個 違反保護令罪裡面 這個部分罰件 三十萬這部分 可以給他提升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另外一個 命相對人完成治療性的主義計劃 那如果相對人不完成的話 我覺得目前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這部分是贊同的 罰件的部分 目前是三十萬以下的罰件 我覺得應該把它提升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就是違反保護令 就是違反保護令罪的罰件 我覺得三十萬以下的罰件 比較輕的 應該提升到五十萬到一百萬 好 以上是我今天跟各位 向各位嘉賓報告跟分享的 就是對於我個人認為 跟蹤騷擾防治法 他未來修法方面 可以修法的方向這樣 以上跟各位嘉賓報告 也非常感謝各位嘉賓的聆聽 基本上我覺得跟蹤騷擾防治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法令 可以保護被害人的人權 有一個部分很重要 就是說我覺得這一個警察機關對於核發 那一個第四條 就是說那個警察機關對於 對於那個行為人核發這種書面告誡 行為人違反的時候 竟然沒有任何處罰規定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非常大的漏洞 我覺得應該違反警察機關核發的書面告誡的書的話 應該有處罰規定 那不用刑事法啦 行政法就非常好用了 行政法法 那行政法法可以從一萬到六萬 到一萬到十萬也可以這樣 就是說第十條裡面的那個第二項 這個警察機關核發這種書面告誡書給行為人 行為人如果違反了警察機關的書面告誡的話 警察機關應該可以給他採訪一萬到十萬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讓這個書面告誡的書大大的增強 大大的增強他的效力這樣 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 感謝各位嘉賓的聆聽 非常感謝各位嘉賓的聆聽 謝謝您 謝謝 謝謝